截止6月16日6时 全市供消杀农贸市场276家 关闭地下半地下农贸市场11家 完成餐饮服务单位消杀33173家 各区一手抓消杀一手抓保供 全市农贸市场和餐饮服务单位基本营业正常 接下来各区将再接再厉 预计6月16日24时完成全部餐饮服务单位的消杀工作